金指甲 高雄市立图书馆戴立珠 我是觉得是一个使然 我对一些东西我会比较 人家说古墨会把它弄得整整齐齐 会想说把它弄干净 所以当我发现有一些图书 有破损的时候 我就想说去把它整理好 那尽我所能 那当然在修书的过程中 一定要心细手巧 出来当职工 这也是我自己一直鼓励自己的一段话 就是莫忘初衷 你当初是怎么想要出来当职工 那个初心 那检守本分 然后用健康快乐的心情来服务 将这个情怀永续传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